台湾成為東方之頓 當台灣成為東方之頓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課題 要去完成 就是inside decision 什麼叫inside decision 是有深度的 戰略決策 那這個戰略決策 跟過去 形成決策的方法已經非常不同 過去是由上而下 老闆決定 服務哪個大客戶生產多少的規模 他是單向的線性供應鏈的決策方式 但最近有一個電子業大老闆來找我 他說 他經歷過 筆電 大規模競爭的時代 他也經歷過 到中國大陸建構 大型的生產體系的階段 但他明白 未來的生產體系是區域化的 他必須考慮 東協 南亞甚至北美 另外一個主客意味的 因為以前 他們服務的對象是蘋果HPDell這些公司 接下來他要面對的是多元分散的客戶 有可能是印度人 可能是馬來西亞人甚至是菲律賓人 另外我們也知道 中美貿易大戰的背後 生產體系有可能會一分為二 他的經營難度 更勝於以往 他到底怎麼做決策 我就回答他說 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多元交錯 要知道怎麼互為表裡的一個決策流程 什麼意思呢 這所有的資料所有的戰略的決策 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 像我在回答他有關印度的問題之前 我已經聽了我們研究人員100多張的簡報 他們告訴我 印度 一年的汽車 可能有270萬輛左右 印度第一名的汽車品牌 是來自日本的 Maluti Suzuki 不是我們熟悉的 Toyota 或Civic Honda 另外很多人並不知道 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機車市場 機車市場的一年甚至高達2000萬輛 他們在電動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多少機會 如果我不去更新這些資料我也無從做出判斷 所以我是聽完簡報以後我才能說 我的判斷跟看法大概怎麼樣 那我們在過程當中 也必須跟印度多方的溝通 同時站在印度的立場 去思考 怎麼把協助印度建立 他自己的生產供應鏈 或者價值鏈的體系 所以我們要知道善用自己的優勢 同時跟印度做出更多軟硬整合的 這種可能性 我們必須知道怎麼去落實在地的價值 印度人才會真的由衷的跟台灣合作 所以這些決策的過程背後 他基本的理念就是共有 共利 共創共榮 而台灣是全世界 最容易達成這樣境界的一個生產體系 因為我常講 我們的供應鏈是Harmless 我們對全世界沒有傷害 我們就是協助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把供應鏈 完整化 周延 更有效率的生產的一個 國家 所以未來十年 有可能是台灣 最美好 但是挑戰也是最多的事 在這裏 它們是最美好的 一年 這次刊互